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 就是反省 自己过去的365天 然后基年又做什么 每年都这样 只有一天反省 那每年反省的结局都一样 结论 就像江爱玲 半生缘 最后一句 不 红玫瑰 白玫瑰 最后一句 郑宝睡了一觉 明天醒来又做一个好人 我的愿望就是这样 好吧 基年 我2017年1月1号开始 好像这一个多月都做不了什么好人 好 又有新希望了 七年来 农历1月1号开始做个好人 你说的是郑宝 我想起那个乱世佳人 对对对 明天又是另外一天 我发现很多女孩跟她好像心有栖栖烟 就像这个斯卡里这个人 你看斯卡里就是捉嘛 这女的就叫捉女嘛 捉捉捉捉 捉到最后 女人不捉男人外 对 捉到最后呢 你看她永远会觉得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不是 她电影 我总觉得剧本写到这儿总得玩吧 我觉得那句话其实特别鸡汤 没什么内容 但是她这剧本写到这儿得收吧 我跟你理解不同 我觉得这就反映了某种女的一种人性 明天继续做 对 她这个遏制不住 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人呐都是个能量团 有些人呐天生寡欲 其实是有福气 就是就是欲望不是那么干嘛 有些人你会觉得她老在出妖娥子 怎么都没有一天安生的 你知道这样的人实际她这个心里一团火呀 她的能量大 所以你就表现出来她就不停的捉 甚至于斯卡里 她一定会继续做下去 但是她永远充满希望 那么她永远觉得 哪怕被打击了都抬不起头了 但是她觉得还要做 希望很重要啊 我很喜欢一句话说 人其实是不断跟着什么说话 时间 也是对着未来的时间来说话 像比方说明天又是重新起来 做个好人也好 斯卡里那句话 什么 明天是另一天 另外一天也好 还有另外一部经典电影 北非电影 知道吗 最后男的不是对一个女吗 你赶快走吧 你不走的话 你会后悔 not today not tomorrow 可是今天不是明天 会是你未来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永远不管男女 是对于未来 对于时间来说话 当你在脑海没有time 这个时间的面向的时候 你生命第一个很枯燥 第二个你没有希望了 你活不下去啊 根本活不下去 所以你说这个时间 我就想起我昨天看一个电影 就是现在他们都让我去看 叫降临 就降临 你们还没看吗 没有 叫降临 当然我不能剧透啊 我不能剧透 我是说呢 这个里边 这个女主人公 她的女儿啊 她给她起了个名字 叫憨娜 好像是我这英文 警惕啊 就是她拼起来是一个什么结构了 从左往右读和从右往左读 对有好几个这样的名字 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这个里面有一种时间的概念 哎 现在物理学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 比如说呃过去很难想象 爱因斯坦说什么时间会弯曲 这都很难理很难理解的啊 但是呢 你会觉得时间呢 它确实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观念 到底过去和未来 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说 说在某种外星人的立场上啊 假如说时光能逆流 那么你假如说这个地球啊 几十亿年的这个生命史 咱们说从单细胞 哈哈哈哈 最后越来越繁茂 对吧 假如一个完全不知道你这怎么回事 假如他的时间箭头是逆时光倒流的话 他从现在做我们的开始 于是他会看到啊 就是你就你就知道进化和退化 你就看到哎 我们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简单 最后变成一个我们的结局 我们的结局变成一个单细胞 最后消亡 就是你明白他这个意思吗 就是可能他无论从哪个方向流 都会最后同一个结局呢 就说结束回到原点 有意思吗 就有可能这里边就说到这个时间是不是这个可逆 所以我这就说说到什么了 说到我今天要讲哪本书了 我跟你们都不一样 尽管这个题目是我出的 我说你们都出一本书 你们每个人呢 出的书啊都是自己非常了解的书 或者像徐老师 那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马丁余登 我呢是出了一本的 我没看过的书 你不会吧 你天天也有这本书 你没看 你听我说 我是为了给我自己一个看书的压力 我推荐了一本 我出了主意的时候 我还没看 但是我准备看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是最近呢 很多朋友在聊的一个话题 这本书就是人类简史 但是呢 我努力努力 我也就看了136页 我这连夜看了 我今天都胃痛 你居然是 但是136页 我这个知之为 知多少说多少 对吧 那咱就说我在这136页 这个话题 我觉得已经够咱们讲半年的 强强三人行了 这个作者是以色列的一个 尤瓦尔赫拉利 跟这个义军呢 没有什么关系 是疼年 对 让我觉得很这个 人家都 人类简史都写出来了 我自己的历史都搞不清楚 我觉得这哥们 可以成为一个思想家了 他是个思想家了 就是说 我首先我看他这个书啊 让我感觉到就是 有一种东西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都说 就是说人的大脑都可以外置了 不用记 记很多知识有什么用 就你脑子里存很多知识 这有什么用 手机 这个Google一下全出来了 对吧 于是你不需要记什么东西 可是呢 我认为并不是这样 我 我觉得呢 有些思想啊 恰恰是存在你脑子里的种种百科知识啊 互相化合 连通 你不知道都会发生什么 什么化学反应 就像古代那个炼丹炉一样 很多炼丹的术士 把东西原料放进去 他也不知道炼出来的是个什么 我觉得你如果头脑里不装知识 你写不出他这本书 他这个教授啊 可以说跨了多少个学科 对吧 他能够跨这么多学科 他等于啊 是用 用他自己的观点吧 把整个这个从生物史 到人类历史 就梳理了 对 他处类旁通 好多就是说 性首年来的好多 能够跟现在通的东西 而且我 我反正 首先我把前言和后继看了 前言人家说的 快三法 没有 我中间也看了 关键是人家说的特别好 说你几百页的书 怎么能把人类简史写清楚 其实看到最后是什么呢 他说的是哲学 是他自己的那套 哲学观点 他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 但是呢 他的这个考古学的依据啊 对 很扎实 我判断很多的都是 就是说我至少 我无法反驳 我也这么想 我想反驳 我没有这个力量 我无法反驳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一个一个照片 我跟你说 从哪说起 你看这个人类简史 你再看这张照片 你能想象到吗 就是说 在十万年前 目前考古证据已知的 至少存在六种人类 六个人种 这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种 叫尼安德塔人 你你以为尼安德塔人 是什么猿猴一样的模样吧 不是 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 是皮肤白皙的 蛮像你伟结的 就是这个 有点像伟结 没有 是欧洲人和阿拉伯人 现在的事业当中 百分之三十年 你看复原出来的 你看有柔软的头发 白皙的皮肤 一个孩子 他是就跟我们啊 这么样的这个接近 但是你知道 这个跟我们这么样的接近 可是也有可能 当时我们的祖先叫智人 也有可能我们的智人 见到他呢 会觉得是另一种动物 就是你知道 不同属 我们当然都是来自同一个来源 对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两个类呢 就是你比较近亲的时候 就属于你们俩交配 还能生孩子 你比如说马和驴 就是个例子 马和驴 我认为就到了这个临界点上 就是他这个分化啊 已经到了 马和驴可以生个东西 但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不能再生 而那个罗子呢 是是不能生的 于是他们要再发展一步 你就越来就两个类别了 就互相间已经不能生育了 那么到底这个尼安德塔人 和我们的祖先智人 有证据表明他们相遇了 咱们的祖先智人 基本上就在东非那一块 后来开始迁移到全世界 那么今天我们的基因里边 发现的大概有1%到4% 尼安德塔人的 是欧洲人和中东人 不是我们 我们是直立人 亚洲是直立人 但是祖先都是这个智人的祖先 就是说 智人和另外一种人的 可能是交配的这个结果 就是说1%到4% 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显然这两个人种啊 没有发生大面积的交配 估计是几个偷情的 光光混了一点 那么张欧配个姿势一样吗 有说吗 没说没有 你这个问题也很有趣 对很有趣 他一个是说是偷情 还有一个他就说 可能是我们把他们灭了 最后剩下那一点 尼安德塔人和直立人 他们就投降了 那我们就融入到智人当中去 也说不定 我们今天的64市里面 有几市就来自尼安德塔市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你看我刚才讲 我看的这个电影 那个降临 正好跟这个书连起来了 就是说你看一个 我跟你讲到这个时间结构上的 这个对称 这个很有意思 过去和未来 你知道还有一个对称点 他这个书里提到 我觉得也很有趣 就是公元前1776年 和公元后1776年 你看以公元为终点 那两个发生了一个什么 公元前1776年 是汉莫拉比法典 公元后1776年 是美国独立宣言 那么你看 他就说这两个法典 他反映了智人的一个特征 智人的特征是什么 要叫我说 就是说智人之所以超过其他人类 把他们七万年前 把他们全灭了 对吧 是因为谎言 或者说撒谎的最高境界 是自己都信了 双重真实 他说 当然我说的可能是 华正虚宠的说法 他说的就是说 就是人 就是智人 我们的这个祖先 他有一个独特的功能 就是虚构一个不存在的说法 叫做讲故事 那么就靠着这个讲故事 比如说圣经 也是一个故事 他能够让素不相识的 各个大陆 完全不相识的 几百万人合作 做一件事 所以你其他物种啊 单兵作战能力 你肯定厉害 但是你团结不起 几百万人 靠着这个 他就 而且呢 他很多想法 我觉得是颠覆性的 比方说 他说 汉马拉北法典里边规定 也是都是以神的名义 以讲故事的名义 神的名义说话 说人啊 分成这个这个上等人 分成奴隶 分成平民 对吧 他说同样 即便在美国1776年的 独立宣言 所以美国现在反川普 这些女女妇女们游行 实际上在1776年的 独立宣言里 女人的权力就低于男人 他就是这 但是那个时候 也是以上帝的名义 都是声称以上帝的名义 这是天经地义的 对吧 他说 但是你看人类只要改一个说法 男女平等 好像现在大家觉得 男女平等又是一个 神圣不可侵犯的 人生而平等 是上帝的律令 你讲了半天还没讲 跟你先前讲的版本不太一样 我记得他以前在其他节目 对 八卦 我专门查了 我一直想他这个八卦 这个词真的是gossip 后来我查了 他那个英文原文就是gossip 真的是八卦 我原来以为我们现在讲起来 叫什么narrative 就一种陈述 他说的就是八卦 他说就是打听你们这个成员 150个人就违宪 你们哪个人跟哪个人好 然后他说如果即便在现代社会 150人就这个以下 甚至不用一个首领 他们自己能够组织起来 超过就不行了 超过就要用他说的这个 再大一点的 这个共识结构 一个趋构的一个共同概念 比方说你像他就讲 就说人你比如相信什么 比如说是这个公司 公司就是一个你发明出来的虚构的一个概念 公司在哪呢 那为什么比如马家辉是老板 这个老板这个退了 为什么这个公司还在 那是甚至说这个公司的 把绿上帝被卖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他说都是假 这个牌子 这个品牌的公司还在 这就是因为全人类共同都相信 就是说智人呢 他发明了这么一个东西 一个就讲故事 讲故事呢 使得他团结了很多人 而且你比如说 他就说这个 很多我出乎想象的地方 就是比方说 说是现在人们担心 全球气候变暖 人类又是杀手啊 罪魁祸首啊 导致多少物种灭绝啊 但是他 我认为他是用比较有利的 至少我这个外行 我难以反驳的证据 证明 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可能 这个智人呢 美已经带来了几次 多少次种族灭绝 就是种族灭绝 比如说 在四万五千年前 智人到了澳大利亚 当时澳大利亚没有人 那种巨型动物 身体重八吨 身高六米 这种巨型动物 他说智人一去 没没没多长时间 百分之九十的巨型动物 全部灭绝 就说他分析了 现在就是分析了很多原因 就是这个智人呢 才是真正的杀手 就是他一到一个 他一到一个地方啊 带来的包括像什么长毛像啊 什么的这种种族灭绝 这个比如说 好比说智人用火 他的还有一个理论 认为什么呢 认为因为人类的选择 很多时候是偶然的 是偶然的 对他认为全部是偶然的 比如说农业社会 他就认为并不比之前的 狩猎采集的社会好 他现在叫他陷阱 他农业社会导致人被绑架了 实际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但是呢 像当年的那种社会 就是受靠狩猎 靠采集 比如说啊 这个智人 一放 现在已经发现 他们放火烧森林 很大一片森林 这个这一烧啊 你想 烧完了之后 那这森林里 到处都飘着烧烤的香味 多少动物 就是 这些人们在这 天天吃烧烤 就等 等于他就说智人啊 他有了这个合作的能力之后啊 一下子 其实早就是个灾星了 早就是到哪 到哪就灭哪啊 就是 对 但是智人并不是最聪明 他就他里面 让我特别惊讶的一个 他讲到就是 农业社会是一个陷阱嘛 当中应该怪谁呢 怪小麦 小麦 这特别让人认真 他说以为我们以前的 就以为是人 就是学会了 怎么样去种植物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就不需要到外面去打猎了 我可以在我住的附近 我可以种一些东西来吃 可以养一些鸡啊 鸭可以来吃了 我不用跑到外面去了 所以我们的社会慢慢起 他说不是这样 是小麦驯服了我们 小麦 你从你站在小麦的角度来看 它并不是一个 各种农作物当中 最适合我们吃的 我们以前吃很多东西的 但是小麦呢 找到了人 它让人觉得 它是最容易养活的 结果呢 人是大面积的去种植它 然后你得跟着小麦的 生长路线走 小麦变成了今天地球上 一个占最优势地位的 一个农作物 人非常很辛苦的 去卖田里面 把这个什么杂草啊 石头给剪掉 他这个观点就是说 他永远是 他有个最强的观点 就是人 我们制人不是中心 一开始我们就是有 好几种人类在 他甚至说 如果到现在有多种人类在 那我们的上帝 该怎么教导我们 马克思该怎么教导我们 等等 他还说 就是说连植物 动物跟我们 我们都不是最中心的 小麦寻化了我们 我天哪 我在想 我们一直在讨论 这个智能机器人 要哪天寻化我们 可能早就是了 电脑 还有那个iPhone 那些早就寻化了我们 我们一直在跟着他们走 你不觉得吗 赚钱就是买他们 然后天天跟着他们走 对 所以说 就说很多这个 就像很多直男癌 整天觉得玩了这个 玩了那个 实际上 在在女权 说不清谁玩谁呢 是吧 佳慧 我还没看这书 可是我确定 那是个好书 因为你看了130页 你看了前年后年 我中间也看了 就已经讲到 这么多的丰富的材料 可是关于小麦 当然因为他非常博学 那个不是他创建 也有大学 写了小麦的进化史 因为我这一类书 我看过若干 每一次也是非常震撼 其中一个震撼什么呢 怎么那些洋人做学问 非东方人 非非亚洲人做学问 能够做到这样子 看了多少的材料用那么 然后不仅是把材料铺成 不是这几年发生 几月发生什么事 不是 你从里面抓出他的观点 然后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理由在哪里 不管是讲细菌 仓炮 对不对 那个病毒 还有钞票的楼通 思路之旅 或者说中国的旗器 怎么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 不得了 我是非常敬佩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印象觉得最有意思的 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叫有历史 在那个之前我们猿猴的时候 那叫动物史 你还是生物史 你基本上有了文化 叫从历史开始了 对吧 他就是说 演化这件事 为什么你不能叫 就我刚才讲的时间 你到底是这么算 还是那么算 有些时候演化没有进步和退步可言的 今天也没有什么绝对的理由 说您就是进步 很难说 很难标准太复杂 那么比方说 这个 为什么气候变化了 像是比如说是这个 哺乳动物要进到 要进到海里 对吧 鲸鱼 像它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 等待它的基因呢 慢慢变化 比如说把鼻孔进化到这 他说但是这为什么人 不用这么几百万年 人从什么时候开始 要上陆地就上陆地 要下水就下水 不管他本身的身体状况 对吧 适合不适合 但是他能想出办法来 这就是说 人开始有了 他叫从某一个七万年前 那个会八卦会撒谎 会那个那个编故事的 那个七万年前开始 人类进入了一种叫文化演化 就是摆脱动物都是基因演化 人类就是文化演化 就比如说 咱们这个胃 根本就是农业社会以前的胃 但是你看农业社会 咱一样几千年 改变食物就改变食物 换了一个说法 咱就信了另一个教 对吧 就是说文化演化 会让你的速度啊 变得非常的快 我不晓得他 希望你赶快看完告诉我 有没有我刚说的 跟徐坚对话的概念 因为当你说什么 能够说谎 能够言说说个故事 甚至能够八卦 在我听起来就是实时 其实就是当那个智人啊 有了时间的概念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 他懂得号召一些人 为了以后做些事情 我这么跟你讲吧 连时间这个观念 也是智人的头脑发明的 因为这就属于虚构的 抽象的 现实力没有的嘛 他说有个东西叫时间 有个东西叫空间 这就把你其他的实在 打败了 对吧 发明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当然了 心灵危机也由此产生 你看 我不能说要念了 我只能简单说了 这个 他讲快乐 他说啊 如果快乐是由期望决定的 那么我们社会的大众媒体 和广告也很有可能 正在让全球越来越不开心 因为假设是5000年前 全村只有50个人 一个年轻人 他呢 就是很有可能觉得自己是好看的 但是活在今天的青少年 你觉得自己长得不怎么样的可能性高多了 因为呢 你是会在电视脸书和剧情广告牌上 看那些明星的脸来比自己 然后你看 有没有可能 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会对生活不满 不是不只是因为贫穷 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标准 对不起他们 对 采集社会就是非常之独立 我们现在危险就是互联嘛 高度相互依赖